前一鄉立幼儿园在9号上午在永安活动中心举行了毕业典礼 大半的毕业生盛装打扮 在师长引导之下走上红毯 完成人生中第一个学习阶段 现场贵宾云及香港游淑 曾也亲自到场勉励小朋友 在未来的学习之路要更用心更努力 为我们的香港妈咪 游淑在乡长带领我们的毕业生 一同来进场 前一鄉立幼儿园9号上午为大半毕业生们 盛大举办毕业典礼 小朋友们各个盛装打扮 在乡长优素贞的带领下 布上红毯 以许入场 可爱模样也吸引不少家长 拿起手机把画面记录下来 见证他们完成人生中的第一个学习阶段 吉安香的宝贝今天要毕业了 要迈向另外一个学习的里程 我们要祝福58位的毕业生 未来都能够健康快乐学习 毕业之后跟吉安香是不会脱节的 因为我们即将开启 啦啦爸新的跟读馆 就在幼儿园的北侧 希望未来视讯共同亲子的阅读 会继续衔接吉安香的学习 现场贵逼云集给予毕业生们 最真切的祝福 而毕业生致感谢池中 也特别融入原课中等三种语言 充分展现吉安香多元文化 向下砸根的教学成果 而乡长佑苏贞也勉励小朋友 在未来的学习之路要更加用心 更加努力 记者 许丽琴 吉安香报导